用发短信的方式 向母亲坦白 其实外面还有欠债 母亲非常地伤心 一方面因为自己 已经做出了调整 不再打儿子 但儿子却依然 向他撒了谎 为什么不当着你的面术 你能回答妈妈的问题吗 当面说是 我也是一直害怕 我妈总说是 这次不打你 但是保护没忍住 我可能会打 然后就从 能不当面说 你害怕被打 那你能告诉他 现在你外面 还有多少欠账吗 现在外面是真的没有 没有了 肯定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全部还清了 儿子表示 2016年12月份 母亲所接到的那次电话 是最后一笔欠款了 但是父母对此 却并不相信 怕是哪一回 都是什么怎么回事的 这个事出来了 严寂短信来了 吹款了 我给他回来 我问他 你还欠钱吗 不欠了 我欠不欠 不欠了 我说 你看见这些了 妈 看见这个了 才告你 我欠 我说你以前 我说请怪妈妈生 我说 知道吗 全是我的错 我说 那能赔得到钱 我说 我敢 你也敢 那么多次 你为什么你不敢 你先你爸爸 翻你手机 你爸爸翻你手机 我也给你赔一掌钱 爸爸还翻手机了 对 对 你知道他密码是吗 不是 他有那个微信统化那个 我不敢他跟您说那个 他跟他同学那个 签他那个两万块钱那个 我就从他微信里 我发现他签人钱 你怎么发现他有手机的呢 他手机搁家里 你就直接拿着翻 他洗脸去 他往车头洗脸去 我就给你打开看看 那你的手机没有设那个锁 密码锁吗 那字没有 那个手 这个手机没有设 没有 没有 那个手机没有设 就算是我设的话 他们也知道密码 生活在您这个家庭里边 作为一个孩子 他要窒息的 妈妈说着说着 哭起来了 想必妈妈心里 是非常受伤的感觉 我们一个行为的修正 是要有时间的 所以你指望他 一天两天改变 也不太可能 还钱 可能是一个当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还钱 并不意味着 你们家在解决问题 踏踏实实看看 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 今天孩子闯这么大一个祸 这才是从根源上 去解决问题